你好 我是小花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今天是我玩這個天涯明月到M陸服的第86天 我們要帶大家去看一下八十一集的普通畫本 伏龍骨囉 啊 我八十一集囉 其實今天是我們這個設伏器和服的時間了 也真的很特殊 今天怎麼和服 好啦 我們這個八十一集的攻略大家就不用看了 這個對於一個這個只有手處檔來說 加加上有一些的東西的荒廢 這樣的功力其實已經是很不錯了 我都不敢嫌啦 嫌什麼有就很好啦 然後大家聽到的背景音樂非常的歡樂 是因為現在還在棋棋活動當中 那要存我們這個三個字的頭銜呢 這個 喔 還差這麼多 我還在努力 好啦 你看我背包裡也這麼多 欸 我現在有四個 欸 我可以合成一個了 喔 那我還差兩個 喔 那好吧 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 再加油就好了 好啦 今天大家就看一下我們這個 伏龍谷的畫本的部分呢 然後伏龍谷的畫本呢 在我們之前的隨機當中 是有出現過的啊 但台服可能是沒有啊 所以大家特別注意 它的獎勵是有一個這個 我們的背飾 還有一些我們相應的強化材料 還有我們這個大家看到的裝備啊 這個會提升我們相應的一個 那個我們的裝備的 裝備的功力喔 那首先還有三個BOSS 在隨機當中大家都隨便打 我也是隨便打欸 好啦 第一個BOSS的部分他有說 他有第一招就是格擋或躲避 衝鋒入境 就是紫色的技能都可以格擋喔 那第二個技能呢 是要繞行到首領背後 擊破定力喔 喔 就是有個護盾你要擊破他 那第二個BOSS呢 喔 被點名的玩家要遠離人群 第三個呢 倒計時前將被點名的伏龍位單獨拉開 喔 就是要拉開啦 又來到公子羽了 72有公子羽 普通還有公子羽啊 注意躲避公子羽面向和技能打擊範圍喔 就是他面向的地方打的技能跟範圍技能要記得躲 紅色是一定要跳的喔 或是離開那個範圍 注意躲開劍氣 並且在公子羽收招時即時跳起或使用格擋 那就是紫色技能可以使用格擋和反擊的部分 然後八方萊克喔 儘快找到公子羽的真身將起起霸 不然會恢復大量生命值 好了 我們可以來配一下跨斧的部分喔 因為這不是隨機畫本喔 所以沒有辦法就是 呃 沒有辦法就是很很 很放心的就直接進去掛字棟喔 還是要看一下 我帶大家來看看佛龍谷的副本 大漠之蜘蛛 進去 之前從未有人進入探尋過 我已破開入口出桃花陣 但我們這個等級 其實大家的功力差不多都是有在八萬以上喔 你沒有大八萬你真的太懶了吧 因為這個這個伺服器的基本上的平均功力 已經來到了這個九萬的部分 我是離的有點遠 因為手蜘蛛檔就是會離我們的三卡檔遠一些 好了 我剛好談到琴了 從未有人能破開佛龍谷外的桃花陣 你是第一個 好 這個紫色的如果躲不過會隔檔 可是三將副本當中躲不過的概率應該很低吧 躲不過有點誇張 他在倒計時囉 要去他的背後破開那個盾 我剛才忘了新法換那個副本套 我才很開心的就直接輸出套了 這個角度這樣的好就可以了 就不會被撞倒了 他有個角度 其實到我們的八十一集的時候 功力要打這張副本非常的簡單 不會像我們以前 剛才打萬雪窟的時候 有很多蠻多兩萬多的在那邊打吐血 還是要鋪開他的盾喔 有沒有發現他有朝一個那個方向 大漠中的星空很美 好啦 新人圖鑑完成啦 呦 新的武器墜 當我們打完新的畫本的時候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們的衣櫃當中 會有新的武器 會有新的衣服 新的頭飾 看你有沒有喜歡的 每個職業的職業裝其實也蠻好看的 大家有時候覺得 喔 我要穿實裝喔 可是也有大家會覺得 你確認真看喔 有一些職業裝真的很漂亮 他不可以染色 因為大家都在穿實裝的時候 你穿職業裝 是不是就變得很特別啦 好 我們要去下一個BOSS了 來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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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你了 欸 我要進去 欸 我的媽呀 我打個小怪你們都要死了 太誇張了吧 這功力沒有到達一個相應程度 真的不要隨便掛機喔 誇張喔 龍素紋 所以實裝是因為他 我叫龍素紋 曾經是這個江湖上最好的帶子 可是怎麼穿下身上感覺 那麼醜啊 拿這個紫色部分 躲不顧就可以格擋喔 普通話版沒有躲不顧的吧 哇 哇 好多喔 這是要打掉的嗎 應該是喔 錯嗎 毒花田 然後要躲開那個毒花田 找到桃花 你就找到了佛龍谷 看到桃花 你就看到了 躍田會對佛龍味持續的回復那個 他的血 喔 要把佛龍味趕快打掉啊 但他們就是不打啊 我來放個蟲火 喔 這個要躲這個要躲 這是一定要躲的 還好死了 看到那個深紅色的 一定要很乾脆的滾蛋 真的會死 現在又來到公子羽啦 這跟我們的朝天公的公子有沒有不一樣呢 嘿 我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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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每天去找公子羽問枕嗎 喔他的配音真的好聽 這個一定要跳 這可不是普通畫本啊 你在發什麼呆啊 你用跨幅匹配就是有這種問題 但是我只配到一個是跨幅打 啊 因為我來不及格擋 真的會來不及格擋 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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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千万不要随便死 每一个奶他都有自己的CD 180秒一次 尤其打75人画本的时候怎么就啊 他又要開始了 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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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嘛就躲開 要嘛就跳 這是你萬一能做的聲音 我有沒按到格擋 真是 要打他的真身 不然我們就要GG 他又肥血跳繼續跳繼續跳 我點復活他也不理我 唉 算了打過就好了 不想說什麼 打不過就有點生氣打過就過了 哇 有耐心有耐心 快點冷靜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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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薛無眉啊 他不是公子羽 你竟有如此武功 為何之前卻故作柔弱 我本前代隱龍 雖不可與公子與全盛世相比 卻也不容你小覷 我隱藏武功 是為了避免引起玉京軍的注意 你 你也曾是隱龍 對 曾為隱龍 後來 這個臉捏得 為白玉京試藥 我和你一樣 毒素積深 心智難控 若無榮素問相助 我活不到今天 那你為何要追隨沈姑虹 又為何要幼補薛無淚 白玉京也好 薛無淚也罷 誰想要重啟雲城之門 誰就該死 我與沈姑虹合作 唯一目的 就是讓雲上之城 永絕於世 哦 原來是這樣 我原來看這故事劇情的時候 不知道是這樣欸 怎麼是這樣的 哎我的媽呀 這劇情這太超多 太超多我的理解能力了 好了之後呢 還是給大家來看一下 就是關於我們這個方案的部分 其實大家會有究竟於說 我們這個方案 到底要放什麼心法啊 放什麼東西啊 什麼的 我這邊就沒有特別在練這個了 所以大家記得 我們在後期呢 會出一個相應的方案 就是你的心法到底要怎麼放啊 都不要說什麼啊 你看我這邊用八荒木 這邊用萬流歸重啊 比如說還有八荒荒豐县 因為我還沒有練的關係 那我們在切換我們的套路的時候 我只要點這邊就很方便 你知道用什麼套路 它自己就會切 有沒有 它就會切 你都不需要自己再去按啊 副本套路是什麼 什麼套路是什麼 你看這個 我就沒有放破空名啊 我剛就沒有放破空名啊 副本套路啊 搞笑 但是一樣可以打啦 所以這就是一個方式啦 好啦 這就是來自我們這個八十一隻的畫本 伏龍骨的部分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分享 按讚小鈴鐺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麼下個副本的影片再見啦 站在哪兒 我們在一起看